我現在要必須先感謝我們的警方在非常快速的時間能夠破案 讓我們安心 我真的非常感謝警方的快速破案 那麼至於有一些這樣的批評 我昨天就講 就說我不會回應這樣的一個政治的 無謂的政治的口水 那麼我感謝警方那麼快速的破案 其實這個狀況其實 因為之前恐嚇這個狀況 其實家人會蠻擔心的 那甚至其實有小孩啊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問題 嗯 其實都會 一定會的 所以我昨天才 就是應該是前天晚上 我們才非常快速 我說我一定要親自的去報案 然後也希望能夠在我們這次的選舉過程裡面 那麼我們的團隊是能夠非常的平安 也能夠安全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母親 我完全能夠了解 就是當任何人面對這樣的一個恐嚇威脅的時候 一定會有恐懼 那麼我們團隊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那麼我也很害怕他們的家人會擔心 所以我才講就是說 當警方快速的破案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hi 謝謝你 謝謝